总统会考虑来新北视察疫情吗 侯友宜一直在喊话 发言人回答很多 简单一句发言人回答就走进投票所 被外界认为一直不关心新北疫情的总统蔡英文 22号一早到永和参加党内投票 但之前才因为到竹苗视察跳过新北 被解读是过疫情而不入 现在到新北也还是为了党内活动 全国的防疫工作总统都非常的关心 那尤其是北北基陶地区 最近疫情比较严峻 总统也是很多的亲自的协助 那终究来讲中央地方互相合作 那互相补卫 总统府发言人否认传闻 强调总统关心防疫一视同仁 而且讲一次还不够 蔡英文脸书再po一次 说自己有拜托新北医师工会 协调更多基层人力投入服务 证明自己有关心新北市 总统过去就曾经打电话给侯市长 像去年的时候就有 那总统关心各地方防疫工作的心 跟努力是不会减少的 过去的电话怎么能够代表 今年对于新北疫情的关心和重视呢 今年关心是交由给民进党副秘书长 林赫铭在媒体上宣称一通电话就能解决呢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实在是大可不必这种放话行为 呼吁总统还是苦民所苦 不要过疫情而不入 更不要划错重点 新北市府更批评 4月28号新北早就有大量基层医师 投入居家照护 总统现在才关心是慢半拍 还是想收割到尾 有了他很关心 他其实对于全国疫情的发展 尤其对于北北七桃 前一段时间在比较热 升得比较快的时候也都很关心 陈时中帮总统缓加 但新北依然不领情 侯友宜跟中央的防疫口水大战 恐怕不是一通电话就能解决 环宇新闻参与至李顶强 新北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